大家好,我是侃侃有余的主播,在我开始之前,记得订阅本频道,打开小铃铛。这样我发表新内容时,你才能获得最新的节目通知。 台积电日前宣布,董事长刘德因将退休,公司提名及公司治理纪永旭委员会推荐副董事长、纪总裁魏哲嘉接任下届董作后。 业界认为,台积电历经首任董事长张忠谋,第二任董事长刘德因,魏哲嘉接棒后,台积电将迈入3.0世代。 业界分析,魏哲嘉执掌兵服后,将面临美国、日本、德国等多个海外厂区迈入量产后的实质管理问题,还有地缘风险延续压力,晶圆制成将步入新材料世代风险大幅提升, 以及全球晶圆厂竞争白热化等四大挑战。 首先,台积电原先在海外厂区仅有中国南京、松江及近期更名华盛顿州厂区的美国旧厂, 但现在有兴建中的美国凤凰城厂、日本雄本厂,且都是先进制成。 其中,雄本厂进度顺利,在2024年2月举行开幕典礼,并获得日本政府补贴力挺。 对比凤凰城厂进度延后,补贴取得进度不顺等消息不断,美国新厂可能是魏哲家上任之后最大的挑战。 另外,美中贸易战进入到科技战,美国全面围堵中国半导体产业,美国半导体厂相继撤出中国。 美国客户下单开始分散为供货给中国市场,即非中国市场等两大领域,下单动能减弱。 业界近期传出台积电缆经厂产能利用率甚至降至仅50%,中国厂区管理也颇有挑战。 美国商务部12月下旬表示,将对美国半导体供应链和国防工业基础展开调查,以解决来自中国晶片的国家安全担忧。 该调查旨在确定,美国公司如何采购传统晶片,即当前一代和成熟节点的半导体。 美国商务部表示,这项调查将于明年1月开始,旨在减少中国构成的国家安全风险,并将重点关注中国制造的传统晶片在美国关键行业供应链中的使用和采购情况。 美国商务部12月下旬发表的一份报告称,中国在过去十年中为中国半导体产业提供了约1500亿美元的补贴,为美国和其他国家创造了不公平的全球竞争环境。 美国商务部长雷蒙多表示,在过去几年里,他们已经看到了中国扩大传统晶片生产,使美国公司更难竞争的潜在迹象。 这项调查还将有助于促进传统晶片生产的公平竞争,解决外国政府威胁美国传统晶片供应链的非市场行为事关国家安全。 中国驻华盛顿大使馆对此则表示,美国一直在扩大国家安全的概念,滥用出口管制措施,对其他国家的企业进行歧视性和不公平待遇,并将经济和科技问题地缘化和武器化。 雷蒙多则称,他预计美国商务部将在未来一年内做出大约12项半导体晶片投资奖励,其中包括可能大幅重塑美国晶片生产格局的数十亿美元的公告。 另外,美国政府公布最新未经核实清单,网通业首度被盯上。 一级认为,美中科技站从半导体延烧到基础建设,特别是拜登政府大咋臂推动基建法案,录制网通设备极有可能被剔除,美国制造潜在商机大。 在美国政府Build America by America及Balba法案鼓励下,台湾网通常中,正文科技已找到外包伙伴,智邦启动而弯产线计划,其其与神准也展开评估。 一届分析,Balba法案主要为提升美国基础建设投资及工作,明定51%以上领组件需在美国制造下单及生产,强化投资美国,刺激美国经济。 美国前总统川普任内推动公布5G干净网络名单,禁止采购华为5G设备,欧盟跟进美国,多国都清除电信网络系统中,可能造成国安威胁的装置与软件。 此次开始将中国网通常列清单,显示美国更关注网络通信设备的国安议题。 美国基建预算已开始拨款,台湾业者也正式前进美国设厂的议题。 其中,正文科技近年除前进越南建设新生产基地,在欧美都有客户从OEM转直接供应。 依应客户需求,也开始寻找美国制造外包厂伙伴,在美国及墨西哥均有产能,未来将是客户下单状况生产。 正文科技工美国制造,其他网通业者也扩大非中国产线。 智邦表示,旗下越南一期已量产出货并进行二期扩厂,针对美国制造生产需求,计划在尔湾打造组装线。 企习董事长谢洪波也透露,正评估墨西哥、美国及加拿大建制生产基地可能性,渴望近期拍板。 另外,台积电、英特尔、三星等重量级大厂持续推进先进制程脚步,把人看好。 周边关键耗材与实验室同步受贿,包含材料分析大厂洪康、饭泉、中沙、加登等台湾厂商在全球半导体产业的角色也日益重要。 业界人士分析,晶圆代工先进制程持续推进,不论是发展环绕炸集电晶体GAA架构,或是后续叠层互补是厂效电晶体CFET结构,相关研发需求都将大幅增加材料分析、MA商机、半导体检测实验室红康、饭泉等将受贿。 业界观察,从各大厂1.4奈米制程蓝图初步消息来看,预期竞争将与2027年白热化,现阶段正处于未来5年研发阶段的速度竞赛,对关键材料与耗材需求大增。 虽然2奈米与1.4奈米仍在研发阶段,业界认为,不仅2奈米,后续更先进制程架构变化,对研发单位而言是相当大的考验。 预期晶圆代工大厂在研发将持续投入大量资源,有利于材料分析需求。 随着先进制程脚步持续推进,业界提到,新制程节点或组合将持续带动材料分析新需求,从过去5奈米制程几百道发展到1.4奈米对应的制程工序,恐将增至上千道,且难度同步增加,也将带动周边协力厂商机。 因应产业趋势与市场需求,鸿康、饭权都积极扩充产能。 鸿康强调,先进制程投资将持续带动材料分析商机大开,对技术演进正面看待。 总体来看,随着先进制程持续推进,预期进入2奈米以下世代后,台积电将会采用奈米层片NinoSheet的环绕杂级GAA电晶体架固制程,舍弃使用约10年的歧视场效电晶体FinFET制程,采用新材料量产后,生产风险将大增。 目前台积电已经加紧备战,准备迎接新架固制程。 不仅如此,台积电的对手目前除了三星,随着英特尔宣布投入晶圆代工事业后,台积电同时要面临英特尔、三星等两大敌手竞争。 英特尔预期明年就先行试产,代表1.8奈米的18A制程,台积电2奈米却规划在2025年量产,对手的速度让台积电先进制程竞争压力增加。 那么,本期影片到这里就结束了。 感谢你的观看,期盼能与你产生共鸣。 侃侃而谈,扩论有余。 最后,请一点赞,订阅。 这是对本频道最大的支持了。 谢谢。